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个到三个节目 邪恶至极 只能用这么个词 邪恶至极 奥运会用他的开幕式 法国这次奥运会本身 有一个说法 说像22亿基督徒 22亿基督徒是不是应该包括天主调徒 向他们宣战 那里面太 就说我觉得就是宣战了 已经没有什么隐喻不隐喻的 已经没有了 基本上都是从反神的角度 里面引用了反犹太人的概念是很深刻的 里面用了金牛毒 金牛毒就是当年摩西十戒时候的故事 然后里面用了一个圣经启示录当中的代表死亡的第四个骑士 侮辱了最后的晚餐 这是非常 这几个是非常经典 然后出现了一个死神的代表 死神代表里面再讲述了下一次大疫情的故事 这是不同人就这么解释了 所以非常的感触 就是说里面什么都没有 里面什么都有 就没有正常人 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 就是什么都有 就没有正常人 如果你说一定有正常人的话 就是最后的 撒拉迪安 撒拉迪安很令人惊叹 真的 因为之前看到的东西都是 比较这个 怎么说呢 他以那个叫冰死 那种将死症 那种对垒 几乎这个人完了 但并没有想到 他确实最后这首歌唱完整 四分多钟的一首歌 听起来很令人惊叹 有些人提出一些疑问 就是到底他是在什么状况下唱完 有些人提出疑问 那我们我个人的角度呢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第一首证据 我们不能去随便去侮辱 去讲述一个人 所以这是看过 我因为整个我只是零散的看了看 所以就是但网络上基本全炸光了 甚至宗教战争要 宗教战争要爆发 有点这种含义在里头 那我一会儿会讲 另外有朋友说 涛哥你节目很好 但没有字幕 那可能朋友没注意 在每期节目下面 都连接了在干净世界的 等同时间节目的上传节目的内容 那个连接点 干净世界在我所有的节目都有 在那里面节目都有字幕 是干净世界人自己提供的 YouTube不提供中文字幕 我个人没有能力去做这个字幕 所以你就到干净世界去看 如果你需要字幕的话 这里跟朋友解释 OK 现在我们现在看的这是AP的内容 AP就是美联社 那美联社呢 刚才在下午的时候 傍晚的时候 发了一篇内容 FBI正式承认 发出公文正式承认 川普的耳朵呢 是被枪打的 是被枪子弹打的 那他的声明大概就是说 无论是子弹还是子弹碎片 但他是被子弹打的 那这样的争论呢 就这样 因为FBI的局长雷 星期三在国会引发的争论 也就变得结束 那川普在真相说会 后来发了一个短文 短文呢 川普以嘲讽的方式说 我接受 非常正式接受他们FBI的道歉 这种歉意道歉 但是呢 好像就说雷不咋地 这雷非常不咋地 因为川普在这一两天 连续对雷 对FBI局长进行了 这个直接的 直接的这种冲突 就这么讲 他不接受FBI雷的描述 完全不接受 那种做事的方式 判断的方式 雷呢 他在星期三在国会明确说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 川普的耳朵是被枪打的 所以也可能是被别的东西打 所以这件事情就等于是 激怒了所有川普的支持者 那里面因为这个东西呢 它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 整个过程被塑造成川普是美国式的英雄 那张照片将成为历史性的照片 那如果它不是枪打的 那就完全整个这故事就完全不同 所以它里面相当大的争持是在这个程度 在这一点上争持 所以这是一个很令人很令人感触的这么件事情 我这里跟朋友讲感触这么件事情 那最终呢 FBI投降 投降承认了是子弹打的 那它的关节点在哪 关节点是在跟杰克逊 川普身边的在受伤之后 川普身边的医生 就是原来川普在白宫时的医生 他叫杰克逊 那后来他是民主党的国会议员 现在依然是民主党国会议员 来自于德州 所以在13号出世的当时 这个杰克逊就在边上 那他的背景是什么 他应该是 他的在军方的官职是 少将 少将或者上校 他是隶属海军的军医的 那在美国的美国的总统 在白宫的总统 总统的主要的医生是 医生是来自于海军医院 而杰克逊为小布什 奥巴马 川普工作 所以他在白宫工作了十多年 而在此 他自己的专业就是 枪劫 受伤这些东西 他去过伊拉克 阿富汗战场 是伊拉克战场 在战场直接参与过这种抢救 所以他整个医生的生涯 就是这样的 专业医生的生涯 二十多年 所以杰克逊在 在这个 雷表示怀疑之后 对雷发表了猛烈的这个攻击 而我是专业医生 我看了无数个枪口 那什么样的枪口 难道我不清楚吗 所以他就讲述了川普的枪口是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有多深伤技的到哪 在13号川普受枪 这个受伤之后 杰克逊就一直在川普身边 因为他是 他是迟白医生 他是专业医生 那川普对他有非常相信 而他有服务过三个美国总统 我不知道在 我不知道在这种背景之下 FBI的局长还为什么还在去 这么去 去说 对不对 那你正在去对抗的话 就带有另外的成分在里 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问题 不是简单的一个受伤不受伤的问题 就带有别的成分在其中 所以这是一个 从利益上说很划不来的故事 对不对 所以被迫 雷没说话 结果FBI就承认了 所以整个故事就来了 冲突的焦点呢 是跟专业医生进行冲突 因为如果你就怀疑 说杰克逊说的不准确 那杰克逊服务于奥巴马 八年的时间是什么 服务于小布什的年代是什么 服务于川普的年代是什么 三个总统 三个总统的服务 是受于国家委托的 那国家委托的一切 难道你说他说的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疯狂 这是一个疯狂的年代 这个疯狂的年代就是 破除了一些基础常识的问题 人们都引起一些 就是说莫名其妙的对抗 莫名其妙的这种做法 我只能说他叫莫名其妙 这篇内容的中文文章 就是我简单介绍一下 因为我刚才基本主要核心 就跟大家介绍 所以这里面代表着 美国社会当中的分歧 我愿意把它解释成分歧争持 相当深刻 而且挺难的 但川普显摔蛮大度 就是很嘲讽很大度 就是很不太一样 他也没有用很刻薄的语言 去说雷什么 之前他在之前的时候 他嘲讽过 直接说雷应该必须被fire掉 被开除 或者他辞职 那后来这一次 今天就没有谈 一颗子弹打中川普的耳朵 那这是 当然出现了矛盾的说法 FBI说 川普耳朵中 是一颗子弹被击中的 无论是整颗子弹 还是碎片 那这是从真正的 这个枪手的步枪里射杀出来 所以这是一个官方的证明 那也就FBI的报告 标志了这件事情的一个 这是一个正式文件 那FBI有他绝对的一种身份 去来证明这件事情的 一个就是他的结论 那也就否定了雷 FBI的这种所谓的判断 那阴谋论的说法充实了一切 参与调查的FBI的执法人员 包括FBI跟特勤局 提供具体 拒绝提供任何细节 那川普的竞选团队 也拒绝提供任何细节 而主要是杰克逊 杰克逊是川普的盟友 那而且在受伤之后 一直在川普身片 但他不是川普固定的医生 但他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 这是一个很 就这么一个局面了 FBI显然有所自己的保留 他自己有自己的保留 那而共和党人呢 跟这个FBI之间的紧张关系 显然一见 那川普认为呢 FBI是司法武器化当中的一部分 然后这个川普在今天就 后来晚些时候就讲 说你看到FBI道歉了吧 他这些人永远是这样的 永远是这样 但我接受他们的道歉 所以这就是 大概接受表述是这样 那今天川普到了 又去进行集会了 但他集会的本身呢 可能在场外的集会呢 就减少 减少了 这是跟特勤局有关 特勤局要求他呢 尽可能减少在外面的活动 也就说他必须找到体育场 体育馆 体育馆 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 大概今天也是上万人吧 然后他就提到说 有关川普枪口的问题呢 有关调查的问题 一直没有细节 就是他拒绝提供细节 那照片显示出川普呢 子弹是从川普头部飞过去 但今天川普已经把 这个纱布拿掉了 然后这是讲他 当时川普在 讲出自己受伤的这部分 然后 这个我们都讲过 那杰克逊 到上星期六晚上 提供了他第一封的鉴定信件 杰克逊提供鉴定信件 我相信可能跟他的身份有关 因为他不是 川普总统的保健医生 对不对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朋友 跟他原来的身份 在上星期六才提供的原因 是因为阴谋论出来 就是围绕着这件事情 出现了争持 所以当时他讲说 川普的枪口 两厘米宽的伤口 一直延伸到 耳朵的软骨的部分 做了CT 参与调查的部门拒绝说 拒绝这种说法 那雷呢 就我们讲过 他说可能是波林扎的什么 FBI似乎想澄清这件事情 但是呢 很显然 引起了很大冲突 杰克逊 在昨天 跟美联社明确讲 任何对川普的耳朵 是被枪击伤的 怀疑的说法 都是非常 就是 鲁莽的 就说 其实就是非常 粗鲁的 不礼貌 不能 绝对不能这么讲 这是阴谋论的一切 没有任何 他说必须坚持 任何不恰当的说法 都应该出现 他说 在巴特勒医院 共和党 川普被受伤后 被紧急送往那里 进行了评估 我在海军 担任二十多年的 紧急就医的 这个医生 包括在伊拉克战场上 担任过战斗医生 我看过很多枪伤 治疗过很多枪伤 我对枪伤 有着直接的感觉 我有临床的背景 我有评估 跟治疗的丰富的经验 我完全同意 医院对这个枪伤 当时描述的 跟拒绝 跟这个治疗的状况 所以基本上 是这么个来说 这件事情 就这样平息了 那这 当然这样的平息的本身 很显然 就是 挨了枪的川普 都这么难 我只能这么说 挨了枪的川普 都这么难 今天 应该是今天 川普去了 因为不是死了一个 死了一个 一个消防员嘛 他应该去参加 那个人的葬礼 好像是今天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